Book 4 Chapter 4 關於電磁殼裏面 我們講兩條帶電流的導線之間的磁力 是manetic force between two currents 我們有兩個情況 第一就是如果有兩條電流都是同方向的 以及一條電流和另一條電流是相反方向的 這兩個情況 同方向的電流是會有互相吸引的力 而這一對是作用力、反作用力 這個磁力的計法 數值將會是mNOT I1 I2 除以2πR 這個R就是他們兩個電線之間的強度 這個磁力的計法就是用這個磁度率 乘兩個電流的數值 除2πR除兩個之間的距離 原來同一個情況 如果兩條電流帶著電流是一上一下 即是相反 都是有磁力是互相排斥 亦都是作用力、反重力 是量值相同方向相反 計法一樣是這樣 現在我講解一下這條公式的計法 是怎樣發展出來的 首先我們就假設有兩條同方向的電流 分別是I1和I2 而它們兩個是距離R那麼遠 我們就將我們的焦點放在2號導線上高 我們先想一下2號導線上高 為什麼會經驗到力 就是因為1號導線它作為一條大電流的導線 用右手握權定率就會產生了一個逆時針的磁場 這個磁場就會不斷地向外伸展 到它伸展到這條導線上高的時候 同學你可以想像 這個位置其實是個圓圈的切分的時候 這個磁場的強度 我們用文字的描述就是磁場入止 即是說現在我知不得住的那一點 就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就是電流向上 電流向上 磁場入止 磁場入止 電流和磁場是成直角 如果用忽林寧左手定律 我們拿回三個手指出來 中間的手指向上 然後磁場入止 你會見到手指弓 就會指向左方 即是說磁力就會向這邊 這樣就解釋了兩條同方向的電流 這裡就會經驗到磁力向左邊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剛才說的 磁力的方向解釋了 然後就要解釋為什麼這個量值是這樣 因為我們就要想一下 因為這條的導線可以是很長的 因為磁力的計法是 BIL 就是帶電流的導線 如果暴露在磁場中間 只要它有長度的話 另外就是電流和磁場形成的角度是φ 就會計算到這個磁力 因為這條導線是可以很長的 所以我們就做少少這樣的功夫 就是F除L 即是每米 每米 這裡除L 即是每米的線上的磁力 是magnetic force on one meter current carrying wire 這個意思 就會是等於B I 我們細節一點看這個 就是B 是指什麼呢 就是一號導線做出來的磁場 一號導線做出來的磁場 就是mNOTI1 除以2πR 就是一號導線做出來的磁場 接著這個電流是指二號導線 二號導線上高的電流 所以這個是I2 二號導線自己經驗的電流 接著根據剛才所說 如果電流是向這個方向磁場入紙 即是這個角度是90度 即是這個是Size90 即Size90我們可以散却 就是一就不用寫了 所以就將這些terms rearrange 過它的時候 這個每1米的導線上高經驗到的磁力 就是這個數字 mNOTI1I2除以2πR 就這樣做了 就這樣做了 感谢观看